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狗仔们也蠢蠢欲动 他们在泰国拍到张伯芝和山鸡哥陈小春在一起旅游 在一家酒店里同进同出 2004年张伯芝进军内地市场 在陈凯歌的电影《无疾》中出演一位美女 巧合的是 谢建儿子也参演了此剧 在拍摄过程中 两人干柴烈火 旧情复燃 在影片上映后更是直接公开复合 没多久就结婚了 这让很多王菲的粉丝恨铁不成钢 在两人婚姻续存期里 张伯芝六年时间生下两个儿子 平时没事就上节目秀秀恩爱 可谢贤儿子没能一直老婆孩子热炕头 天就塌了 因为照片事件张伯芝在演艺圈身败名裂 但谢贤儿子是真男人 果断原谅了老婆 可随后张伯芝的行为让他忍无可忍 张伯芝在飞机上偶遇成惯息 并且拍摄了很多合照 谢贤儿子最终忍无可忍和平分手 2012年两人官宣离婚 孩子归张伯芝抚养 离婚后的张伯芝没有闲着 被闻男友一个接一个 但始终没能走入二婚的殿堂 直到2018年 张伯芝在医院产子的消息被狗仔爆出 娱乐圈顿时炸开了锅 直到现在都没人知道这个孩子的生父是谁 二 关芝林 作为香港老牌美女 她和成龙传绯闻 和白蛇传里的小青争老公 更是在人物访谈中 语不惊人 死不休 1982年 20岁的关芝林结识了自己的第一任男友 王国荆 当时王国荆还是个富商 有钱多金 又对关芝林很好 两个人一拍即合就要结婚 可是却遭到了关芝林父亲的反对 理由很简单 父亲认为只有男人能看清男人 王国荆并不是个好男人 可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关芝林 一心只想有个家 他不在乎对方比自己大18岁 也不在乎自己以后的演艺事业 转头就去领了结婚证 可造化弄人 父亲看人的眼光还是挺准的 两人结婚半年后就名存实亡 王国荆到处沾花惹草 关芝林最后无奈离婚 第一段感情失败后 关芝林开始和成龙传绯闻 但当时成龙已经结婚 第三者的头衔一时间甚嚣沉上 关芝林为了摆脱坏名声 特意站出来声名 因为自己的家庭就是被第三者拆散的 所以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当第三者 可打脸总是来得出其不意 几年后 关芝林和某地产大亨传出绯闻 两人同近同出看夜光剧本 而这位大亨正是白蛇传里 小青的扮演者陈美琪的丈夫 当时陈美琪已经怀孕 关芝林为了挤走原配 时不时电话骚扰 语言攻击 最终陈美琪被气到失去孩子 关芝林也没有得到原配的位置 在之后的时间里 有无数富商爱慕关芝林的美色 向她抛去橄榄枝 而她也顾忌重施 先是拒绝再给些甜头 有个不知名富商 更是急到直接给她送别墅钥匙 但最终也没得到美人芳心 2007年财务自由的关芝林 宣布吸引 2014年和台湾富商陈泰明结婚 很多人议论关芝林不爱同行 爱富商 然而这次二婚也不长久 2015年 关芝林就表示自己恢复单身了 如今她年过60 但魅力依旧 在富商的圈子里 依旧让人津津乐道 三 李嘉欣 1988年 18岁的李嘉欣 获得香港小姐的冠军 就连一项刻薄的媒体 都对她赞不绝口 甚至用石破天惊形容她的美貌 李嘉欣第一段感情适合倪震 倪震比李嘉欣大六岁 在李嘉欣眼里 倪震成熟温柔 值得依靠 参加香港小姐时 痛失了最上镜小姐奖 李嘉欣很是郁闷 倪震就带她去兜风 等她心情好一些后 再宽慰她 讲一些人生道理 李嘉欣是崇拜倪震的 可李嘉欣入行后工作越来越忙 倪震画画公子的本性也逐渐暴露 两人中分手 与倪震分手后 李嘉欣搭上了富商李嘉诚 1989年最后一天 都在家里准备跨年时 李嘉诚却在与李嘉欣秘密相会 保密措施没做好 这个消息传到了李嘉诚的原配 庄月明耳朵里 本就多病的庄月明 听到这个消息病情加重 第二天撒手人患 由于事情没有曝光 李嘉欣全身而退 之后刘鸾雄又对李嘉欣 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刘鸾雄出手阔绰 为了追求李嘉欣 他不惜重金购买豪宅相送 听说李嘉欣因为没能出国留学 有所遗憾 刘鸾雄为他请来大学教授做私教 还半夜陪他一起迎师做父 后来刘鸾雄并没有迎娶李嘉欣 而是继续在各种美女中流转 在此之后 很长时间李嘉欣都没有谈恋爱 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赚钱上 直到2006年 李嘉欣和船王之孙许静亨的恋情曝光 轰动整个香港 许静亨财力之雄后 不输李嘉欣的任何一任男友 当年被赌王何鸿森看中 将继承人何超穷许配给了他 只是商业联姻并不是许静亨想要的 结婚后依然流转在 刘嘉玲陈法荣等女星之间 只是李嘉欣和许静亨的爱情 并不被外界看好 所有人都觉得 他们会像之前一样玩玩罢了 两人却在相恋两年后 不如婚姻的殿堂 2011年 40岁的李嘉欣千辛万苦生下一子 之后李嘉欣全新投入家庭中 娱乐圈几乎听不到李嘉欣的消息了 4.蔡绍芬 从出道开始 她就把赚来的每一分钱交给母亲还债 但母亲一直没有满意 为了有更多的钱 蔡绍芬被母亲送到了负伤 刘鸾雄的手中 成为了负伤的摇钱树 在忍辱负众了几年后 蔡绍芬帮母亲还完了将近一个亿的赌债 决定离开刘鸾雄独自发展 并且召开新闻发布会 向所有的媒体宣布和母亲断绝关系 因为负面影响 她的演艺事业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和小虎队的无奇龙相恋 最终也没有修成正果 2003年受购情商的蔡绍芬 转头内地发展 没想到第一部电视剧 水月洞天就收获无数好评 也让她认识了未来的丈夫张静 他们经过重重困难 最终走入婚姻殿堂 如今成为让无数人羡慕的模范夫妻 5.郭宪妮 1999年25岁的郭宪妮 在朋友的推荐下 参加了香港小姐选举比赛 本来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没想到一路过关斩将 拿下了香港小姐的冠军 和TVB签约后 她立马得到了力捧 还认了男星郭峰做干爹 一出道就空降《寻情记》剧组 和古天乐轩轩等人搭戏 古天乐和郭宪妮在剧中饰演情侣 因戏生情的郭宪妮 主动对古天乐投怀送抱 两人将戏中的感情延续到了戏外 还为此引发了一场乌龙 于是乎有内幕指出 郭宪妮失踪16小时 是和古天乐在房间密会 两人的绯闻 也因此传遍了整个影视城 可拍完《寻情记》后 两人没了下文 两个月后郭宪妮身边又出现了新面孔 这个新面孔不是别人 正是古德昭 2000年11月19日 古德昭被拍到和郭宪妮一起共进晚餐 两人从晚上吃到了凌晨 相谈甚欢话多到说不完 吃饱喝足后 古德昭把郭宪妮送回了闺房 有意思的是 古德昭也跟了进去 一直没有出来 郭宪妮傍上古德昭的时候 古德昭正在和黄丹仪交往 两人在一起多年 感情一直很稳定 因为郭宪妮的介入 古德昭和黄丹仪闹起了分手 而郭宪妮也被扣上了第三者的帽子 之后在2001年 郭宪妮和黄子华合作的电影《一文击保镖》 结果两人因戏声结缘 擦出了爱火 当时黄子华正在和刘婉军交往 2002年在TVB的安排下 郭宪妮和陈豪 蔡绍芬等人合作出演了洛神 不知是为了宣传需要 还是说音戏生情 郭宪妮和陈豪因为举止亲密 传出了绯闻 之后郭宪妮还和温兆伦 马俊伟 马德忠 陈国强 陈大禹等人 传出过绯闻 甚至谈过恋爱 最终2011年和朱绍杰修成正果 6.赵雅芝 1975年厌倦空姐职业的赵雅芝 主动把工作辞掉了 而这时候家里认为 她21岁 该结婚嫁人了 于是给她物色好了一位对象 此人正是黄汉伟 职业是一名医生 年龄上还比赵雅芝大了10岁 赵雅芝从小到大就是乖乖女 不好反抗家里 只好默默把婚结了 可能是第一段感情的太过草率 让赵雅芝的心性发生了一些改变 一切事物都有个转变的过程 赵雅芝自然也不例外 1978年 赵雅芝和郑少秋合作了电视剧 《一天吐龙记》 她在剧中饰演周芷若 当时帅哥美女的组合 让这部剧赚足了收视率 中间也传出过赵雅芝和郑少秋的绯闻 赵雅芝和黄汉伟离婚后 赵雅芝很快又迎来了她的第二段感情 在拍戏的时候 她认识了同为TVB演员的黄景深 两人之间还合作过一些电视剧 一来二去的 1985年 两人在美国登记结婚 两年后 赵雅芝又为黄景深生下一个孩子 以上就是女星们风流的情史 你还知道哪些呢 如果喜欢此视频 欢迎订阅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